这个女孩美得像一个假人 长相酷似巴比 那一双卡兹兰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几乎占据了整张脸的三分之一 像极了童话里面公主的形象 但与她要么不符的是 女孩吃东西竟然还需要别人喂 而这个吃东西都困难的女孩 竟然是坐拥700多万粉丝的网红 那么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个模样呢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就来看一看真人巴比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迪丽拉 1998年出生 睡眠网红 模特以及演员 迪丽拉本身是中俄混血 跟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喜欢巴比娃娃 不过别人的喜欢只是一种爱好 她的喜欢已经达到了一种变态的程度 大家可能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但是看到她的脸你一定会有印象 没错 她以前参加过一档节目 刚上台就以中国第一巴比自称 迪丽拉上台说自己称中国第一巴比 她刚说完台下的观众都乐疯了 都在嘲笑这位姑娘 迪丽拉跟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喜欢巴比娃娃 不过别人的喜欢可能就是当成一种爱好 她的喜欢已经达到了病态的程度 自长大之后迪丽拉就开始钻研化妆技术 把自己当成巴比一样去打扮 再穿上类似的衣服跟巴比坐在一起 除了看起来比较大点之外 完全可以一家乱真 甚至放在橱窗中展示都没人认出来 在亲戚朋友的支持下 迪丽拉开始控制隐私 保持身材 让自己的外形更加贴近巴比 迪丽拉的服装每一件都是价格不菲 包括配饰 每换一套衣服就要搭配合适的妆容 以及配饰 的确是现实版中精致的猪猪女孩 后来迪丽拉变得更加疯狂 为了将自己打造成真人巴比 直接在脸上动了108刀 尽管迪丽拉本人一直否认整容 但网友们可没那么好糊弄 这整眉长过一眼就看得出来 靠整成巴比成名之后的迪丽拉 人气瞬间暴涨 如今的她一双眼睛大的惊人 尖尖的脸部轮廓 加上看起来难以呼吸的小鼻子 以及无法下咽的樱桃小嘴 这令网友们纷纷嗤之以鼻 而迪丽拉仿佛找到了乐趣一般 认为自己就是巴比 迪丽拉上节目的时候 当时在场的观众 都想看她卸完装是什么样子 迟业了一会儿后 迪丽拉还是把她的眼妆和假睫毛卸掉了 表示这就是她不化妆的样子 观众和评委直呼 哇塞 比不化妆还好看 网友们纷纷质疑她就是整容了 可接下来迪丽拉的行为又震惊了所有人 在节目中 当主持人问她有没有整过容 迪丽拉也是毫不忌讳地说 整过 在她爸爸妈妈肚子里面就整好了 主持人都愣住了 赶紧解释这属于微整 之后主持人问她 是不是因为喜欢巴比才整成这样的 迪丽拉果断否认 称自己天生就长这样 她在节目中说 她本身就是巴比 所以得以巴比形式出道 但事实真的像评委说的那样吗 尽管化妆和素颜的差距比较大 可卸妆后的迪丽拉也不至于下怀路人 她的皮肤保养的特别好 很多人看到迪丽拉就是一个整容怪 而且她的嘴巴根本不是正常人所拥有的 感觉没有上嘴唇 可能是脸部修复的时候 没做得很完美才导致这种情况吧 网友们更是爆出了迪丽拉整容前的照片 照片中的迪丽拉虽然不说颜值拟天 但看起来也是美女一个 完全不像现在这样 看起来塑料感十足 甚至是非常大气的长相 但迪丽拉却不满意自己的长相 在做了几次微调之后 效果完全不是迪丽拉预期的样子 于是为了让自己更接近巴比的长相 她一次一次的动刀 也一次比一次长得厉害 一边朝着巴比的模样疯狂整容 一边还毛遂自剑 不断找网红公司合作 迪丽拉可谓是非常有商业头脑的 在成功亲予一家公司后 迪丽拉的外貌也终于跟巴比没啥两样了 很快这个长相奇特的女孩 并在网络上爆火起来 大眼睛尖下巴 不仅长相有看头 她日常更是使大家非常好奇 因为她没办法张大嘴吃饭 所以吃饭的速度特别慢 很多时候摄像师工作人员都在干等着 看着她慢慢悠悠的一根根吃着面条 却没办法催促 无论网上的嘲笑与质疑是有多么厉害 迪丽拉就当没有看到一样 继续走着自己热爱的巴比之路 靠着自己独特的形象赚取大波流量 背后坐收羽翁之力 这才是实至名归的大赢家 前不久 就有网友晒出迪丽拉跟朋友聚餐的视频 那时她化着淡妆 不经意间露出的侧脸 把网友吓了一跳 上唇肉缩 鼻头飞起 动画片中才能出现的月亮脸 此刻就出现在大家眼前 此外 迪丽拉之前跟朋友小天宝宝吃饭时 也发生了令人不解的一幕 小天宝宝当时夹了好几次东西给她 眼看筷子都快凑到她嘴边了 她也认识不张嘴 只是害羞的摇了摇头 看到此景 好友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头位不成后 连好友都不禁打去道 张不开嘴 是不是怕骨头歪了 后来有人在饭剧上偶遇迪丽拉 那时候她全程禁止 什么表情都不敢做 半桌上的人都在聊天打去 笑得乐哈哈 只有她一个人坐在那面无表情 还用双手时刻提拉着眼角 一副非常怪异的样子 不仅如此 迪丽拉连吃饭的时候都是仰着头 要足够小的食物才能勉强入口 这些怪异举动 很难不让人怀疑是整容后遗症 吃饭为什么要看天花板呢 很难不让人怀疑 是不是整容过度了 连脸都僵了 面对网友的质疑 迪丽拉也做出了回应 她称自己的嘴巴太小了 吃东西不方便 平时吃流食的时候 需要仰起头 让食物流进喉咙里 这还不如不回应 这恐怕连她自己都不信吧 网友又怎么可能买单 一时间 大家对迪丽拉的阵容无比好奇 就在吃瓜群众 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位富豪 直接豪爽地刷了400万礼物 要求迪丽拉现场卸妆 面对400万的巨额 迪丽拉还是妥协了 又开始了她的表演 她慢慢的将浓重 从脸上卸下 只见素颜笑的迪丽拉 有些暗淡无光 虽然精致 但看起来 却更加奇怪了 就连双眼皮都宽得 快要比卧残还大 正常人会长这个样子吗 不过大家关注 真人八笔 不仅仅是因为整容话题 网友们也好奇 她的感情问题 迪丽拉的男友名叫灿雨 两人因一次合作偶然认识 当时配合的非常默契 后来更是以CP组合 多次合作拍摄 时不时还在视频中撒狗粮 然而双方的粉丝却不乐意了 直言参与只是一位 18线小网红 除了颜值高之外 没有过人之处 而迪丽拉则不一样 在结识参与之前 早就是一位大主播 在多个平台的人气都很高 因为迪丽拉的粉丝认为 男方是在利用女方的人气 当跳板 但令人意外的是 参与竟然跟她合作了几次 就向她告白了 还经常在直播中 跟大家秀恩爱 可没过多久 在一次直播中 进入直播又发生一件 让人惊讶的事 一向温柔乖巧的迪丽拉 竟然会没忍住怒吼对方 还泼了一杯水 而参与显然不堪羞辱 受不了了 管太多了 你还受不了了 你平常生活中做过多少次 你给我闭嘴 我不闭 你自己不去吧 之后 迪丽拉便停播了很长一段时间 等迪丽拉再次出现在公众事业时 又带了一个新搭档 是个长头发的年轻小伙 容貌十分清秀 观众都管这个小伙子 叫紫秋 论容貌不输灿荣 观众也是亲切的喊他紫秋 别看这小伙子留着长发 却男友力十足 更是有点英伦贵族风 尤其是穿上西装 搭配金丝眼镜 更加绅士了 跟上个搭档相比 这个长发小伙的辨识度 显然要高 更是大家公认的帅哥 新搭档和迪丽拉莫名的般配 于是网友好奇的问他 为什么还搭档 这个长发帅哥 是不是你的新男友 对此他并没有否认 只不过两人确实 越走越近 拍摄视频也都是情侣画风 不过粉丝却感到十分欣慰 因为对比前搭档 紫秋至少不会乱砸东西 更不会在直播间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对他发脾气 正是靠着这样一系列的神操作 迪丽拉迅速收获了 700多万的粉丝 有人夸他漂亮的就像真人巴比 也有人骂他 简直就是个异类 但任凭别人怎么说 迪丽拉依旧我行我素 不为所动 更是打死不承认自己整顾容 他仿佛掌握了流量密码 由于热度的迪丽拉迅速在网红界走红 很多商家看到他热度如此之高 也纷纷向他泡来橄榄枝 与其合作 甚至都找他做代言 但不管迪丽拉有没有整容 也不管他的恋爱是不是剧本 可以肯定的是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 只是希望迪丽拉在做自己的同时 也不要太过激 毕竟流量和外貌都是外在的东西 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对于网红迪迪拉 你有什么想法吗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